为什么都要女性去学习如何经营关系 为什么她做错了 却要我去消化情绪 其实在感情里 要专注于我们想要什么 而不是追究错在谁 错在哪里 舒服的婚姻应该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就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 而不是我想让她做什么 她就得做什么 幸福和舒服一定是向内求的 而不是通过掌控他人获得的 在感觉不舒服的时候 有能力取悦自己或放过自己 而不是在渴求她的改变与垂帘中变得劫死地离 如果你的情绪完全由伴侣控制 那你早晚会失望透顶一致崩溃 如果你没有本事分手或离婚 那就把注意力专注在自己的情绪上 我此刻心情如何 我需要做点什么才能开心起来 她如果此生都不改变 我的应对措施是什么 舒服一定是自己给自己的 跟伴侣虽然有关系 但他们不应该起决定作用 当你想办法让自己舒服的时候 会发现伴侣也会不自觉